小翔 啊 你不是特别喜欢 玩那个遥控坦克积木玩具吗 对呀老爸我很喜欢玩的 那你又不给我买 老爸早点就在网上给你买了这款 德国豹斯遥控坦克 你喜不喜欢 这个啊 啊 我太喜欢你啊老爸 玩什么游戏啊 小邦你们看 潘洛斯德国豹斯坦克这也太帅了吧 光临近啊就有1122个 这也太酷了吧 那我们赶紧打开试玩吧 出来吧大宝贝 哇塞这里面零件还这么多啊 来我们来数一下大概有几包好吧 打开里面大大小小的零件一共有20包 这里有一个动力驱动 一个遥控器 一个充电线 还有一个售后服务保障卡 这里有一本说明书 就这么多我们现在就开拼嘛 首先我们把动力驱动 还有打成一标志的所有零件给它拆开 到这个里面 OK呀 这个包式场的底座部分就已经拼装完成了 这款金木拼装的严丝合缝 是我目前拼到过 清晰度比较高的一款金木玩具了 真的非常的不错 OK呀 这个德国包式遥控坦克终于拼完了 这款德国包式遥控坦克长27厘米高13厘米 宽13.5厘米 炮筒上下可摇摆 炮台可旋转 履带可推动 驱动充电口和驱动开关可先不太整个拿起来看到把这块打开 开好 这里有个充电口还有一个开关我们先就把开关给打开吧 打开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蓝灯会闪烁的 这个字太难没人能打出来 OK呀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遥控器打开来试完吧 这个网上推一下就开了 上面呢也是会有蓝光闪烁的 这个是往前这个是往后 这两个呢是炮台旋转 哎还真不错哎对非常好玩哇塞可以360度旋转 哦这两个左右的 这个是整个整个坦克旋转 nice 可以啊哎小洋同学啊我有个好主意 是吗咱们给他弄一点障碍物我们再来挑战一下行不行可以来我们到外面去 好了小妹妹我现在已经换场地了我在他这个前面放了一个这个ipad 我们看一下这个boss坦克能不能过去 哎真可以过去 哇塞真的很厉害啊这个boss坦克 哇塞哥哎这款德国boss坦克 他还有一个更高科技的地方 就是啊他那个每个包装上有个二维码的 你用手机啊什么那个二维码就一个程序啊 就可以跟这个坦克连接了 我现在已经扫进去啊我们现在就来连接一下 点一下右上角这个蓝牙 连接中了现在的 好了现在已经连接好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哎真可以 嗯 往前 可以的 你看现在都是用手机操作的啊 非常的nice 然后你想控制这个炮材的话我们就点到这两个开关 可以啊 右边呢 左右旋转对不对 对 这个玩具也太高科技了吧 川洛斯坦克系列有n多卡国内坦克可选择没有玩过小朋友可以去试玩笑 真的非常的好玩 好玩啊 好吗 好吗 好吗